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双规呢 是因为表面上看是因为郭文贵高调的表扬他 同时贬低过这个王岐山 大概十天左右的时间 但十天不到吧 就把他抓起来了 那么孙政才一废掉之后呢 实际上习王就决定把这个胡春华也废了 表面上是说把这个陈敏尔给替补上去 但是北戴河会议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决定了 要修宪 要把这个政治局常委啊 要重新改组 就是政治局常委的这个权力地缘要下降 国家主席和国家副主席的这个权位要提高 而且要减除他的这个任期的限制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政治上的改变 通俗的讲就是这个政治机器人的这个升级换代 机器人没有变 还是机器人但是程序换掉了 所以整个这个重大的这个变化啊 就是注意啊 这个是涉及到中国政治权力一把手的这个交替的问题 就相当于皇权时代的这个太子的问题啊 就是太子交替的问题 那么在习近平这儿彻底废除了这个隔代指定啊 表面上看有所倒退啊 你有的时候你倒退也可以解身偷退一步 是为了往前更打出去啊 前进的步伐更坚定 那么现在习王的这个相对位置啊 就已经到了蒋经国了 就到了国民党的后期 蒋经国掌握权力 当然是蒋经国放权之前的那么一个状态 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所有人都会问 到底希望这两个人想干什么 他们会不会把共产党的权力像国民党那样啊 在蒋经国的手上把它交还给人民 把中华民国把它做实啊 做成真正的民主国啊 把立法院那做成真正的议会 那么台湾中华民国是在蒋经国的手上实现了这一步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伪共和国 能不能在习近平和王岐山的手上变成一个真正的共和国 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那么虽然说今年的这个二会在北京开的事非常顺利啊 全部都是高票当选 这个修宪也非常顺利啊 就是没有任何差错 这个希望实现了权力的巩固 那么巩固之后 他们会不会有一天 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伪共和 把它做实 做成一个真正的共和国 真正的共和国就是这个国家的权力是属于人民的 国家最高领导人 由人民的选票来决定 这是真正的民主国 像美国这样的 它是一个真正的共和国 它是用民主投票的方式来产生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那么中国现在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们 能有一个准确的预测 说咱们什么时候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国家主席啊 或者说国家的总统啊 是由人民的选票来决定的 谁也不敢说这个说这话啊 这个是遥遥无期 遥遥无期的一个 一个任务 我们 在我有时候之间能不能看到都很难说呀 以习近平对于权力的这个 迷恋 和这个 上瘾呢 他应该不会自动的学 蒋经国 那么除非 国际上的压力非常大 国内的压力也非常大 大到他不堪重负的时候 最后一根稻草 落下之后吧 压垮了这个习近平坚持专政 坚持独裁 坚持集权的这个意志 那么他向蒋经国学习 最终把人民 把权力交给人民 就是他学蒋经国 如果习近平在他的有声之间 能做到这一步的话呢 那他真的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人 那么他的相对地位 可能比蒋经国还有高 因为中国这个人口多嘛 这个权重比较大 所以 习近平能不能走到那一步 不好说 不好说呀 那么习近平只要是 不带领中国共产党 把最高权力交给人民 把这个共和国坐实 那么海峡两岸的这个统一问题 应该说是无解的 我上一期节目当中提到 说了一个话就好像说 由于政治制度的差别时间太久了 人种都已经发生变化了 就好像一个男人跟一个母猴子做外一样 他已经不能生产了 我得纠正一下 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 你们这个学 其他学科的打这个比喻呢 可以把这个道理说清楚 就是咱们大陆人和台湾人 有很大的差别 在一块很有很多的这个误解 有障碍交往当中 那么我作为一个生物学家 是不能这么说的 实际上 就是现在啊 随便是从台湾抓一个男人 大陆抓一个女人 虽然他们政治观念不一样 道德修养不一样 但是交配是没有问题的 反过来一样啊 从大陆抓一个男的 从台湾抓一个女的 应该是没问题 这个我借机啊 普及一个小常识啊 我大概二三十年前 学生物学的时候啊 就知道这么一个事 就说什么叫人类啊 我们都是人类 地球上你看人种有这么多 咱们中国号称就有56个民族 那么全世界 那你可想而知有多少人种啊 人种很多 那么鉴定人类 他的他的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这同种的人啊 同种的人啊 甭管你是在西伯利亚 还是在华北平原 还是在巴布亚 新几内亚 或者是赤道附近的啊 这个看上去 他的这个皮肤的颜色呀 身高啊 是生殖器的形状 大小都不一样 那么 只要是人类 他就是可以交配的 他是可以生产下一代的 理论上 人作为一个大种 是没问题的啊 这个这个 呃 要求是可以符合的 但实际上我 三十年前 我学生物学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了一个特例了 这个特例具体 我记不得了 大概是说哈 大概是比如说 呃 是加拿大啊 北极圈里边 大概是那些人啊 大概是 可能还是咱们亚裔 那么跟这个 嗯 赤道附近的那些原始部落 他们的交配就已经不能够产生后代了 就是那个时候人种的差异就已经非常大 大到特别极端的情况啊 就是说北极和赤道的人交配就已经不行了啊 这个呢 学术界当时是有这么一个说法的 我不知道最新的啊 最新的知识是什么 大家可以搜一下啊 所以说 总而言之啊 我上一期讲到这个 大陆和台湾 由于政治制度的根本上的对立啊 比如说宪法上的不匹配啊 所导致的这种差异呢 还不足以构成啊 这个生物学上的这个交流的障碍 就是生物学上的交配是没有障碍的 只是说在文化交流 在政治的交流上啊 甚至在经济做生意的过程中啊 甚至罪犯的这个交换啊啊 比如说这个有些障碍 这个障碍呢 政治家是可以解决的啊 没有还没有影响到生物学那一步啊 所以我说那个话呢 有点极端了啊 我我作为一个学这个的专业的人 我不能说这个话啊 向大家抱歉啊 请大家学一定要学正确的知识 这个总而言之啊 这个中共啊 就是习近平王继三通过十九大 这次两会确实啊 这个修宪失忧于抓起这个 孙政才 我们三种老乡啊 废他的这个太子地位啊 到这个修宪啊 啊 导致了这个 这个现在的这个 国家主席和国家副主席的 这个无人其限制的啊 这个完整的 稳定的啊 这个没有摩擦的这个 转变呢 是由于郭文贵引起 最后把 郭文贵这个孩子给陷于一个死地 那么现在郭文贵 就处在一个 非常困难的境地 虽然说他现在 做这个 困兽犹斗啊 前两年又宣称 要告六个人 美国有三个 加拿大有三个 但是这个都是笑话了 恶人先告状 他也不可能告赢啊 因为在美国这样的 这个司法独立的国家 任何人可以告任何人 不是说你告 你就自动就能赢啊 你自自动就代表了正义 这个完全不相关的啊 这个就是 大家看笑话就行了 那么就说到 郭文贵的这个 命运 那么他他会怎么收场 那么他的收场 一定是非常悲惨的 也只有只有一个结局 就是一定是监狱 他要不是美国的监狱 要不就是中国的监狱 那么美国的监狱的话呢 对说要在美国找到 他犯的这个刑事罪 他如果一确定 郭文贵在美国犯了刑事罪的话 那警察可以马上靠窃 先坐牢再说 这是一个可能性 当然美国监狱 实际上比中国监狱要好了 在美国坐牢 那么实际上 对于郭文贵更好一些 中国最高领导人 像王岐山 傅振华 他们肯定不愿意看到 郭文贵在美国坐牢 太便宜他了 王岐山那个手 那把他扣他去 得把他扣死 郭文贵身上有几个洞 蹊跷嘛 蹊跷流言 王岐山 巴不得用那个手指子 塞在好几个窍里 给他扣死 恨死他了 如果不把郭文贵亲手弄死的话 我很难想象 王岐山先生 傅振华先生 孟建柱先生 还有那几个女的 什么小手 什么那几个明星 他们怎么能咽那些这口气 所以说从他们个人的 这种情绪的满足来讲 应该是不太希望 看着郭文贵在美国坐牢 他们希望尽一切努力 尽一切努力 克服中美之间的政治障碍 制度上的冲突 因为中美之间没有 这个罪犯引渡协议 因为美国认为 中国是一个迫害人权的地方 那个地方的司法是不公正的 那个地方的 这些因为也没有民意 所以说那是个塔西托陷阱 所以美国轻易不会把 这个中国政府要的这个罪犯 就交给你 你得审一审 但是也有成功的例子 所以说把郭文贵遣返回中国 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个是可能的 完全看怎么做 谁来做 所以说这个 王岐山先生的这个 报仇雪恨 这个首任郭文贵 是有 是有这个可能的 那我们就分析一下 那么 中国政府怎么努力 或者说18路诸侯灭 郭妖 在哪些方面 着力可以让郭文贵 在美国坐牢 那么在 如果想让郭文贵 回国去扶法 受审 那么应该怎么着力 所以今天这是咱们 开始进入主题 那么咱们先回顾一下 郭文贵在美国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地位 他当然现在已经申请了 政治避难 这个政治避难呢 应该是没有批准 至于有没有被那个驳回 或者驳回到了第几步 暂时我也不知道 我还没顾上去问 那么他现在 在美国的这个身份呢 他自己吹呀 在申请政治避难 决定申请政治避难之前 他自己吹 说很挣扎呀 我这是申请政治避难 就表明是背叛了祖国嘛 背叛祖国的话呢 那就是说 那就是我以后就是 就觉得 我就不能爱国了嘛 他这么瞎吹这个牛啊 他另外他说呢 我其实也可以 怎么样啊 申请一个S签证 就是我掌握了大量的信息 就是马剑曾经告诉我 咱们中国有两万五千多个特工 我这个名单在我手上 我要是卖于CIE的话 那我自动就获得 那个什么什么美国身份 甚至美国公民的 他说的这个呢 是有 美国确实有这么一个签证 这个签证就叫S 就是S 你你把他想象成Secretive吧 或者是Spy 就是一种 就是他有重大情报价值 对于美国的CIE啊 他有重大情报价值 那郭文贵 那么郭文贵最终呢 没有走那条途径 那个呢 是说你真的手上有料 你不能说假料 你不能说这个假料啊 郭文贵倒是通过比尔个词啊 华盛顿一个记者啊 就是几次放消息出来 就说他呢 是掌握着中国 在美国的这个 这个特务的这些网络的啊 他要揭露这些特务网络 那么到现在实际上 他揭露了哪 哪些呢 咱们知道的 实际上是没有的 他揭露出来全是假的 他到现在为止揭露出来 大概四到五个特务 大家都知道啊 从头到尾啊 根据这个先行顺序 给大家捋一捋 大概是在明镜二级爆料的时候 他揭露了吴征 而吴征是特务 这个他要把吴征 说成是特务呢 他是 这个从一开始啊 这个是精心布局啊 一直到现在 还一口咬定吴征是特务 一个是吴征 那么吴征是不是特务呢 我认为不是 我认识吴征二十多年 他没娶杨兰之前 我就认识吴征 我认识吴征不是特务 而且 光贵自己啊 自己打了嘴巴了 他说吴征啊 代表什么中纪委啊 代表上海帮啊 代表孟建柱啊 或者是代表这个专案组啊 在美国活动啊 运作啊 想把光贵从美国弄回去 那么吴征呢 都到了总统身边 到了川普身边去 去这个运作 你想想 如果 如果吴征真的能够到 进了白宫的话 那你想他 他要是个特务 那白宫能查不出来吗 那FBS是吃干饭的吗 所以是胡说八道 所以说 吴征是特务 可信度 几乎没有 很小很小很小 那么 顺便他就说 西诺是特务 西诺 经常是把西诺韦石 说成特务 这俩 这俩人啊 我都认识 交往很多年 我的观察 我的判断 我认为 这是十分可笑的 说这个 韦石 西诺是特务 这个是 就是一个笑话 不可能 然后呢 紧接下来 那么 他说了一个 张经是特务 就是这个 美国之音 段伯门事件之后 去年的4月19号 美国之音 段伯门 因为他要在那 直播爆料 实际上就是 谣言先行 造谣 造的那个是个 迷天大谎 他说傅振华 傅振华 现在司法部长 这个通过一个 变声的一个电话 告诉他 让他去调查 王岐山 调查海航 调查冠军 调查海外的情况 那么是习老大 是习主席 让他调查的 你看现在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那么他那个东西 被人断播之后呢 他一口咬定 张经是特务 而且是国安部的 老龄给他亲自打电话 你看到吗 我们不会让你 直播成功呢 张经是我们的人 大家想想 尝试盘的 如果张经 真是中共的特务 的话 国安部的人会告诉他吗 而且电话告诉他 扯淡 扯淡 后来在10月5号 他在哈德斯研究所的 这个讲座被取消之后 他在华盛顿 杨健丽给他安排了一个 新闻记者 俱乐部 有一个发布会 他也一口咬定 借着龚小夏 给他提问的这个机会 一口咬定 张经是特务 而且跟这个 当面跟这个 跟那个 龚阿珊的演戏 说你看 你没告诉我吧 我走 要不然我怎么知道 有个张经呢 美国之音是个张经呢 国安部闹领导 告诉我的吧 就是 这是胡说八道 至于说到底是谁 第一个告诉 郭文贵 有张经这么一个人 咱不知道 不能瞎猜 如果非要瞎猜的话 可能是龚小夏告诉他 或者说龚小夏 跟张经通电话 是被他听到 偷听到的 他那个地儿有录音 所以说整个 龚小夏在他家 做直播的时候 应该是被 郭文贵非法录了音 他后来反复听到 一个张经 他说出来了 当然了 他说出张经之后 他两个拿狗粮的 一个是郭宝胜 一个是赵岩 天天的说张经是特务 这俩傻逼也没有什么证据 而且曾经还一度 到美国之音之前 去门前去做台关游行 做了一个棺材 充分利用美国的 游行示威的自由 然后在门前举牌 说张经是特务 人家张经这个人 脾气也好 也没搭理他 张经他爹确实是曾经做过 人民日报驻华盛顿的记者站 记者也好 记者站的站长也好 但是他爹是人民日报的老记者 并不意味着他的儿子 又一定是中共的特务 对不对 而且张 我认为张经是特务证据 我没看到一点像样的证据 那么最后他又抓住一个陈军 老民运人士陈军 资深民运人士陈军 相当于民运里边的 这个水柏梁山上的那个珠桂 这是一个老 资格最老的之一 海湾民运当中 他一回要那个人家特务 他把说陈军是受吴征明导 受什么元年兵都是特务 这一份特务就是要迫害他 我认为他讲这个 完全是制造伪证 制造伪证 欺骗移民局 所以说我觉得呢 郭文贵到现在为止 所谓揭露中共 在美国的特务 没有给出一点像样的证据来 就是胡说八道 就是胡说八道 所以说他在美国坐牢的话呢 就得要想办法 做实一点刑事犯罪 比如讲马蕊 马蕊这个案子 马蕊已经有一个案子告了他 马蕊就说是强奸受害的 我们前面提到了 在那个案子的诉状当中的 第五十六条 讲得非常清楚 就说马蕊 他强奸马蕊 马蕊的内裤上有金班 这个金班啊 因为金班在中国的公安机关手里 是有这个东西的 那么中国的公安机关 根据这个金班 就是就是郭文贵的金子啊 五万块钱一粒啊 五万块钱一个一个一个小蝌蚪啊 很贵的那个金子 那么那马蕊在短裤内裤上 那个那个 郭文贵的金班呢 应该是作为一个真实铁证啊 因为到现在人类的技术 我学生物 分子生物学的啊 要想伪造一个DNA 是不容易的 要想伪造DNA 这个郭文贵的DNA 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这个金班呢 如果拿到美国来啊 拿一点啊 到美国来做一个鉴定 呃 跟郭文贵的DNA比对 那就这一条就可以把它靠起来 行事犯 那他就可以在美国坐牢了啊 所以说这个呢 嗯 这个证据呢 就是根据这个证据啊 中国公安部通过国际刑警组织 给郭文贵发了第二个红通啊 第二个红色通告啊 这个呃 这个证据既然中国政府已经公布了 已经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公布了 郭文贵作为一个强奸犯啊 证据确凿啊 在中国的呃 认为是证据确凿 那么 郭文贵还盼望着中国政府能够撤销这两个红通 这是不可能的 不符合这个正常的这个作案程序 除非郭文贵对中国政府有重大贡献 那得把所有的海外民全灭掉才行 我相信他也做不到啊 所以说往中国啊 让中国政府给他撤掉两个红通 让他恢复在国际旅游的方便啊 这是我认为不可能的 呃 但是中国政府呢 要想让郭文贵在美国坐牢 啊 我昨天说了上一期就是让 马蕊 或者马蕊的家人到美国来控告啊 郭文贵的这个呃 诽谤案和强奸案啊 这两个案子都可以做 那么如果是刑事案的话 尤其是带着内裤 内裤上郭文贵的金班来到美国来做刑事鉴定的话呢 呃 大概中国政府不一定很积极啊 这个结果大家都知道 因为那一坐实了郭文贵刑事犯罪 这个强奸强奸案的话呢 郭文贵就舒服服在美国坐牢了 反而也不至于枪毙他 但是他肯定不会呃 美国不会那么轻易的把他送回国 那得让他在中美国服完了刑之后 再呃 再给他遣返中国 那黄花菜都凉了 呃 他要真的是强奸马蕊这个案子 能坐实的话 在美国至少得判20年的有期徒刑 就算他在监狱里面表现良好 呃 也得10年之后 等10年之后 王书记呃 不知道还能不能等得起他呀 所以说中国政府可能在呃 坐实 郭文贵的这个刑事犯罪这方面呢 不一定很积极的推动 啊 这是我的推测啊 那么下一步啊 如果中国政府想让郭文贵回国去 呃 扶法啊 去受审的话呢 那就得要坐实他的这个 政治避难的这个造假 啊 就得要证明 郭文贵 在美国没有受到政治迫害啊 啊 郭文贵在中国巧取豪夺啊 啊 吴三军专政的英权 马剑张月给他呃 做后盾 那他在中国顺风顺水 都是郭文贵 政治迫害别人 把取龙扔到监狱去啊 这个多的是这样的啊 都是他抢别人的财产啊 迫害别人的政治权利啊 剥夺别人的政治自由啊 这个 所以说郭文贵在中国没有受政治迫害的事实 而且相反 他伪造了六四呃履历啊 这个是已经构成了对美国政府 移民局的这个欺骗 我们会举报他 那么那么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 他到了美国之后 他也没有受到政治迫害 他很难证明啊 郭文贵很难证明 他在美国受到政治迫害 所谓的这个吴征带着一帮特务 带着这个陈军啊 带着袁建兵啊 带着明镜啊 什么的 博讯呢 这些特务去围剿他 去迫害他 这是可笑 他很难蒙混过FBI和CIA这一关 人家也不傻 所以说在美国呢 相对来讲 打掉 打掉郭文贵的政治避难 非常容易 一旦打掉郭文贵的政治避难 他没有任何理由在美国待着 他只能回到他的手上 他不是尸击不是护照吗 就回到那些国家去 或者回到香港 或者回到他的祖国阿联酋 回到这些地方去 那中国政府可以跟那的 那些地方的政府 接洽 那就把他引渡回去了 回去之后 王书记就好好的跟他去摆手腕去吧 就看谁水平大了 就看谁水平高 所以说郭文贵 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 如果想坐实 喂 喂 又断掉了 喂 不是 感谢观看